股钱币哪些属于文物 私自买卖违法吗 该怎么分辨 股币是不是文物 买卖到底违法吗 一直都是我们权友们非常关注的事情 直不时传来知名币商因为售卖文物被判刑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以免触及违法行为 吃上官司 首先所有的股币 它都是文物 但其中分为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 珍贵文物又分成一级 二级 三级文物 那么什么样的钱币 属于珍贵文物 所谓定级是针对某一件具体的文物来划定 而文化部颁发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只给出了参考标准 并没有具体名录 如果出现问题 再由权威部门判定 这件文物属于几级 而且还加了一句本标准 由国家文物局负责解释 那么市场监管情况大概研究了一下 唐内以前大多属于珍贵文物 其次 我参考博物馆网站罗列的馆藏三级古币 包括先秦的刀布环币 甚至是王莽的小泉之一 都被列为了三级文物 还有我们常见的钱贩 雕母之类的 也都是珍贵文物 还有一个规避的方法 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 比如有资质的文物商店等等 包括我们之前从国外回流的在海关交过税 这都是安全的 还有家里传下来的 哪怕是老房子墙里面挖出来的 这些都属于私人财产 是可以进行交易和收藏的 但在野外探出来的 很有可能会犯法 正规收藏 遵纪守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